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不知不觉间,竞技真人秀奔跑吧已经播出了10季 常驻嘉宾也是换了一轮又一轮 最近,奔跑吧节目组即将录制第11季 有关常驻嘉宾人选更换的消息陆续传出 其中传播最广的当属元老级人物杨颖 流量担当蔡徐坤离开,引发热议 先来看一份网传的浙江卫视综艺招商名单 这份名单上有提到奔跑吧2023公开了播出时间 制作团队及嘉宾阵容 在嘉宾阵容一栏里,有提到尼妖李晨、沙姨、白鹿、蔡徐坤、周深五位 杨颖不在其中,杨颖从奔跑吧第一季开始参加 为节目组贡献了不少名场面 此番不在招商名单里 于是就有了离开的猜测 再来是瓜主爆料 有瓜主晒出2月份的聊天记录 称蔡徐坤的跑男没有了 而后,又有可在浙江的影视民工博主晒背影图爆料 她晒出了一个留有黄头发的背影 说这个人今年不会来 根据背影中的发型及服装 网友发现正是蔡徐坤在海外看秀的造型 关于奔跑吧换水上的说法也传了几个 有瓜称范成成将会作为常驻加盟跑男录制 王赫迪也可能去 而张真元常驻跑男话题也直接挂在热搜 官方基本人也都没有辟谣 有业内称奔跑吧阵容会大换血 具体的人选可看性很强 大家可以根据艺人的形成猜测 在评论区 有网友称团长讲过周深离开 宋威龙街 前两期还会有宋雨琪 无论是杨颖还是蔡徐坤 他们都凭借奔跑吧节目组提高了国民度 只是奔跑吧节目再难以达到巅峰的影响力 对艺人的加成有限 换人消息传开后 粉丝们都很豁达 蔡徐坤的粉丝认为退出挺好 节目组越来越不行 还要被拉住吸血场CP 这样的话不如多开演唱会 多做一些跟国际接轨的工作 而杨颖的粉丝对节目组也有诸多吐槽 认为杨颖可能是要在剧组拍戏 档期接不上 而且套男是吸血综艺 早日离开好 不过粉丝认为杨颖是节目的收视担当 注视脸大 另外蔡徐坤粉丝称她只缺席一期节目 因为月底有重要的欧洲行程 跟突然更改的录制档期冲突了 所以暂时缺席 并等着打脸爆料不去的博主 对于节目组坏人 沈腾采访过杨颖他们 问还没退出节目是不是因为档期很空 李晨说大家的工作安排不同 有的离开有的选择留下 杨颖也说不舍兄弟的离开 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所以不管是什么原因 相信即便元老都离开 大家都能愉悦面对 老牌综艺节目化人很常见 尤其是像奔跑吧这样真人秀节目 在节目环节变化不大的前提下 唯有靠不断吸纳新人才能焕发节目活力 希望大伙理性看待 当然在官方为官宣常注名单前 任何爆料都不等于真实信息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